10月11日,郭德纲凌晨转发了中国侨网对德云社在洛杉矶的演出报道,并配文三个小星星,报道中表示德云社在海外演出一票难求,两三百美元的门票只能坐中后排,但感觉超值,几个小时都在笑声中度过。 看到德云社被官方认可,许多网友表示郭老师真是好样的,不但给海外华人带去欢乐,还带领相声走出国门,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输出方式,郭德纲也被外交部认证为相声界第一人。 郭德纲作为百年相声史上,第一个在国外开商演的相声演员,一个非主流,却干了主流相声演员的事,这也让不少网友感慨,郭德纲又给同行上了一课,中国侨网的报道,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德云社在海外的火爆程度。 如今的德云社,除了文化输出方面,也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名片。 在此之前,张赫伦还参加和平大使中秋之夜,台上抖包袱,台下一水的国际友人。 看到这一幕,不少网友表示张赫伦出息了,已经走上了国际的舞台。 除此之外,岳云鹏在国外参加综艺录制时,还现场为顾客唱歌。 唱到舞环时,全场都为岳云鹏打着节拍,并称岳云鹏的舞环走向了全世界。 而且,岳云鹏还在节目中收了一个外国的徒弟,现场的指导外国徒弟报菜名。 在说好相声的同时,也带领着相声走出了国门,让世界各地的国外友人感受中国的传统艺术。 不得不说,郭德纲是好样的,郭老师的徒弟们也是好样的,就像高峰在澳洲演出时的发文一样。 相声发展了160多年,有1%的时间,是德云社在领跑的。 而很多相声从业者,都要感谢郭德纲的,感谢德云社能让相声重新的火爆起来,带给大家许多的欢乐。